还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运之下 砍了你吗 好家伙 眼前这个狗了十年的老六 今天终于要下山了 叶师叔 宗主有令 让您下山一趟 接待大阎国的使者 本作还要修炼 你让宗主安排 吉他党老去吧 叶师叔 这是宗主的命令 打破平静成功 现发布临时任务 前往处理大阎国事宜 奖励特殊物品垂掉机会一次 行吧 那就去吧 你个练起老装什么装 一说是宗主的命令 你就怂了吧 还望师叔早些下山 大阎国使者团就住在星河镇内 自从夭夭来了之后 特殊物品就不断出现 想当初也是跟那个神秘黑衣男 打了一架 才获得第一件特殊物品 说不定我突破助击的方法 就在于打破平静 不断收服 师尊在吗 师尊 弟子助击成功了 不错不错 你徒弟都住击了 你还天天躺平当个钓鱼佬 怪不得十年了 还只是练七七 一点都不上界 托尔 你才刚住击 需要好好稳固境界 切勿焦躁 为时下山一探 你自己好好修炼 莫要偷懒 这便宜师尊下山干嘛 难道不知道山下很危险吗 看在你送我住击之物的份上 本地就勉为其难 暗中护送你一程 叶天走到山腰 顺手开起了孤风大阵 发现名妖妖偷偷跟在后面 我下山办事 你跟着我干嘛 还偷偷跟着 只怕我发现后 训斥你吗 哎 古尔太年人 也不是件好事啊 这便宜师尊 果然是太费了 下的山都需要中途休息一下 我要是不按中跟着 指不定等下人就没了 师尊 逍遥风的叶天河 唯一一个弟子 都下山去了 很好 随我前马逍遥风 好你个夜天 开个护风大阵 是在帮个老妇 师尊 金河宗的护风大阵 都建在灵脉之上 我们断了逍遥风的灵脉 就不幸破不开他这阵法 感问族下可是上市大人 嗯 是我 上市大人 司马大人已经在万花楼等待了 请随我来 师尊下山居然是来青楼 不知道那种地方很危险吗 一不小心就会迷失自我的 公民上市大人 我不耗这口 把你的安排撤下去吧 休闲之人不爱美色 是在下旁托了 嗯 又是美女 又是宝物的 这大阎国绝必是遇到事了 有事直接说吧 这些东西都拿下去吧 求上市大人出手帮忙 救救我大阎国 既来说话吧 我大阎江南地区 出现一头蛟龙 此蛟龙生性残暴 知人悔田 眼看庄稼就要成熟了 要是让蛟龙继续祸害下去 我大阎岂岂岂可危 还请上市大人出手 斩杀那孽主 救我大阎万千子民 还以为是啥大事呢 不过区区小蛟龙 还不是手道擒来 没问题 这是我帮你大阎国摆平 多谢上市大人 感问上市大人遵信大名 事成之后 我大阎国必有重险 逍遥风风主 叶天 这他妈不会就是那个被柴风主 传闻怕修炼十年 还只是练起期 出发前陛下千丁万子 让我最好请天见风的人去 这下回去该怎么交代 你们好大的胆子 胆敢破坏星河宗灵脉 是想断了星河宗的根脉吗 我只是暂时中断 逍遥风的灵脉 没想破坏怕 逍遥风的灵脉 乃是星河宗灵脉的龙头 一旦中断 整个星河宗都将出事 你担待得起吗 逍遥风是灵脉的龙头 那灵力为什么这么弱 你若敢再动一下 逍遥风的灵脉 那就做好诸旧族的准备吧 这是老祖的气息 难道封印松动了吗 来人 让暗卫巨星河宗灿查一番 看看什么情况 是 帮助 终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 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谁敢相信吗 这个只有练剧修为的能力 却能随手灭大战 老鼠叫 就在刚刚 夜天为了完成系统派发的任务 准备前往大盐国斩杀蛟龙 上市大人 要不劳烦你上山一趟 请个天见风的人来 我并不是质疑你的实力 只是那蛟龙十分厉害 有天见风的弟子在 总归要稳妥一点 大司马在得知夜天是逍遥风风主之后 内心慌了一批 毕竟逍遥风风主是个炼气漆废柴这件事 可是人尽皆知的 不用 有我就够了 风主 那蛟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大盐国出动军队 都拿他没办法 若非实在打不过 我们也不会来求新和宗出手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个锤子 你个炼气漆 要是死在我大盐 新和宗不得拔了我们的皮 风主 咱别闹行吗 本风主会跟你开玩笑吗 他都这么说了 也只能相信他了 大不了等怕被蛟龙吃 自己再来跑一趟 走吧 别耽误时间了 师尊速度这么快吗 这不到两分半时间就完事了 也太虚了吧 夜天原本想直接飞过去 但又怕林夭夭跟不上 所以选择坐马车前 我就出去展个小蛟龙 你也要跟着 有这时间回去修炼 他不香了 你连飞都飞不起来 还怎么帮我大盐 早知道就提前问清楚身份 这下好了 去送死还要拉着我一起 两个半时辰后 夜天等人终于抵达大盐国江南地区 西彩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 桂鱼飞 上使大人 好诗啊 参见长安公主 见过上使大人 嗯 免礼 不远处 林夭夭看到师尊和公主 相谈甚欢 不由的怒火冬烧 我说师尊大老远的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是来优惠的 这美景居然被蛟龙搞成这样 真是可惜 是啊 还请上使大人 出手斩杀蛟龙 公主快跑 怕啥 有上使大人在 公主 他是小摇风公主 公主 那就更好了 等等 你说什么疯 逍遥疯 师尊啊 师尊 你可长点心吧 就你这点实力 三分钟就得领盒饭 我要是没跟过来 看你怎么办 就在夜天准备动手时 实践明天 正来到蛟龙面前 与蛟龙缠斗在一起 咦 竟然还有一头大蛟龙 躲在暗处 那才是真正的威胁 不会是小摇风风公主 全力一击 精彩打得一块鳞片 真是太弱了 大的已经解决了 剩下这头小蛟龙 以徒儿的实力 击杀他不难 我说师尊 你还是别出手了 自己什么修为 心里没点逼数吗 是时候展现出 真正的技术了 逍遥轮回剑 这蛟龙可真厉害 不过二阶妖兽罢了 对你来说 是挺强的 等回去之后 得帮师尊修炼 不能让他继续飞下去了 师尊 以后别乱跑了 外面很危险的 你知道不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你喜欢黏着我 以后我尽量待在星河宗 不然还得分心照顾你 多谢二位出手相救 我带大盐国子民 拜谢二位 不用谢 师尊 你可真不要脸 那蛟龙如鸣是我杀的好吧 你就给他刮了一片铃 这位女侠这么厉害 想问是师尊吧 难怪这家伙如此淡定 原来是背后有失尊成妖 既然事情解决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我还得回去钓鱼呢 逍遥风的灵脉 是封印魔教老祖的关键 玉兽风竟然敢破坏逍遥风灵脉 秦无一 你可知罪 属下知罪 如今逍遥风灵脉出现裂缝 影响到了整个星河宗 诸位 此时你们觉得该如何处理 既然是玉兽风做的 那就让玉兽风去处理 吩咐下去 这段时间各风加强戒备 一旦魔教得知逍遥风灵脉受损 势必会潜伏进来 拯救他们的老祖 我很遵命 逍遥风太弱了 要是有魔修入侵 怕是守不住 秦无一 此时既然是你玉兽风引起的 那首位逍遥风的事 就交由你玉兽风负责 宗主 这 没问题 宗主 徒儿 你糊涂啊 守护逍遥风 万一遇到魔教入侵 麻烦就大了 师尊 守护逍遥风是假 徒儿想趁这个机会 在逍遥风修建化分时 恶心死夜添娜的屌毛 李小子 可真够奸诈的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 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好家伙 眼前这个老六为了报仇 居然把笨坑修在别人家门口 登 恭喜宿主锤钓出第五件特殊物品 紫黄灵 该物品可随主人的想法而不断变化 可辅助修炼 也可变化为武器 我钓鱼就能修炼 还是给胡尔吧 这便宜师尊 又来偷看我洗澡 胡尔 这是给你的助记奖励 诶 这是什么东西 胡尔 你慢慢研究吧 闻师先走了 可恶的师尊 把我当什么人了 居然送我这种东西 我011就是死外边 不找道理 也不会用这玩意 这东西居然能让我的气息稳定下来 原来是一件辅助修炼的宝物 是我错怪师尊了 师尊一定四处求人 消耗了不少人情吧 唉 真是难为师尊了 这东西好是好 就是容易让人想歪 公主 安慰已经打探清楚了 星河中逍遥风 领埋收损严重 整个星河中 都受到了影响 逍遥风的实力如何 逍遥风就两人 风主是个连七七飞屋 五弟也才足及修为 乘我命令 让黑龙黑虎潜伏尽销 遥风 先控制住那师徒二人 专命 星河宗 等老祖出关 我必向尔等负面 师叔啊师叔 你可不能怪我 是宗主给我机会的 不过就算你怪我也没事 以你的修为也打不过我 谁怎么在随地大小便 这么臭 小子 你胆子肥了 居然跑到我逍遥风 修剑化粪池 师叔 等化粪池修好就不臭了 我就是要恶劲你逍遥风 你能拿我怎么样 打我啊笨 你打得过我吗 那你怎么不去 你御兽风修剑 跑来我逍遥风 修剑作甚 师叔 是宗主吩咐的 嗯 宗主 宗主与我不仅是好机友 平时也比较照顾我 这个面子得给 既然如此 那你赶紧修好 把味道给我盖住 有喝 些 还以为有多牛杯呢 搬出宗主你就不敢说话了 安影大人的消息 果然没错 逍遥风的灵脉 真的受损了 安影大人 可是星河宗的高层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大兄 安影大人 是谁啊 不敢问的别问 沐风大阵怎么消失了 难道师尊又偷偷跑下山了 灵力已经阻断了 逍遥风的阵法应该是失效了 走 我们去将那师父俩绑了 嗯 你们是什么人 刚想去找你 你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根据安卫的情报 他应该就是逍遥风唯一一个弟子 先把他拿下 你们来我逍遥风想干什么 哼 一个将死之人 何必知道那么多 啊 这 不是说逍遥风是飞舞风吗 这妮子不过助击初期 为何如此生猛 大兄 你没事吧 魔气 原来是魔教中人 一群上不了台面的老鼠 也敢来我逍遥风闹事 到底是谁勾结魔教来对付逍遥风 这两人这么弱 应该不是冲我来的 得回去保护师尊的安全 不然以他练乞乞的修为 随便来个人就能嘎了他 那么是哪个傻逼高空抛物 可别让老子逮到你 师兄 我受不了 应该差不多了 一黑乎喝黑龙的势力 相比意境讲哪师父俩指出了 就算他们失手也没事 以我们原因的实力 杀那师父俩也就分分钟的事 走 先去跟黑虎黑龙会合